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上新闻法 这个法案在今年年底生效之后 将在搜寻器中移除所有加拿大新闻内容和连接 包括Google News上的加拿大新闻 加拿大网民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新闻媒体 包括美国的博士新闻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网页 浏览涉及加拿大的新闻 法案要求Facebook、母公司、Mega Google和互联网的大型公司 使用媒体新闻内容的时候 必须与新闻媒体协商以付费方式 换取上载新闻内容的权利 加拿大政府和当地的大型媒体机构都认为 社交平台应对媒体机构使用的内容作出付费 而根据显示就是Facebook、Google、合共占 加拿大的网上广告收入超过80% 每年收入高达97亿加元 摘合573亿港元 你问我应不应该?应该 但是Google这种霸权其实真的不好 就是你就大了 其实是垄断你没有第二个 虽然那些人在你网上在Google看新闻 或者用YouTube看新闻 你以为给那些小小的广告费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所谓的小小广告费 是因为你有广告收入 别人看他们你才能够有一个有效益的广告 而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这样的人 收入是很微薄的 就是有一位财经专家 他去了美国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因为他不停地讲中国经济 甚至习近平好像我那样 习近平很多时候都会在他的片段出现 最高是两百多万秒 结果Google封了他 他最高view数的讲习近平和讲中国经济 连续几条片封了 然后将他禁言 他要用什么 他要申请打官司找律师 去发信给Google 接着他们左推右推 接着由律师加他去投诉部门 断过电话 断过电话 一共接触了他二十几个员工 去澄清你凭什么封了他那条文 结果来到昨天才开 这件事这个官司是要的四个月 那你就知道Google霸权可以去到哪里 要用律师 要用法律程序和你玩到底的决心 才能够恢复回 有时候没有厉害他就禁你 根本上这种这样的霸权主义 在新闻都不容许 明明是跳变成了堕楼 你就明白了 没有内容创作者 你的收视就下跌 接着就会被抖音其他取代 但是这个就是现实 不单只是这样 好像葛哥那样 那当然 问我们 喂 你给钱Google 你不 义勇军进行局 就是香港葛哥 你不肯给钱 又不肯点击 其实都是 是的 在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就看到Google的霸权 当然 你问我 今天也都见到香港的官员 哎呀 播错国高这些事 到最后要求法庭 给他信 才能够将袁明刚打下来 但是 这个就是现在 好像你看到Facebook 你没有说错话都封你30天的 他们不问情犹 上诉再上诉 甚至什么 潘小图 潘小图的Facebook page 给他一封四个月 近期开翻 但是他的流失量 就是他的 所谓最随者的流失量大跌 这些就是他们大到不能到 今时今日 封加拿大新闻 但是之前其实澳洲都试过 澳洲直接做出 喂 如果 你不付费的话 他直接禁了你的频 不要在那裡 结果当日Facebook 跪在那裡 不给不给最终都要给 我就看一下你Google 怎样 当然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是一切的自由的基石 但是你看到Google 看到 这些难怪 难怪推特 或者你看到 抖音 不停的可以挑战你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